丁姐妹平安,我是流头牧师 今天很高兴能够在墨山比克的首都 马普托来向大问安 墨山比克是一个位于非洲东南部的一个国家 北边接近坦桑尼亚 南边接南非共和国 西边接星巴威 东边透过墨山比克海峡 能够遥望马达加斯加岛屿 墨山比克过来过去一直是葡萄牙的殖民地 所以他还是到目前全世界八个讲葡萄牙的国家之一 根据历史的传说 当年在明朝的时候 郑和下西洋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们最远也曾经来到过 墨山比克的第二大港口索法拉 墨山比克拥有长达1500英里的美丽的海岸线 每年吸引大批的观光客前来度假 而在这里有一道最出名的菜 就叫墨山比克虾 我还特别点了这套菜来品尝一下 果然是味道鲜甜 真是名不虚传 这次我也很高兴 能够跟我们新上任的非洲事工主任 马提亚穆斯一同来探望分堂 我们在非洲职堂的事工发展得非常快速 目前我们已经在15个非洲的国家 建立了上百间的教会 很多人常问我说 我们在非洲的事工怎么能够扩展得那么快速 其中最主要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每年在这里定期的举行 墨者联导会 这个墨者联导会 是每年我们轮流在多哥 贝南跟加纳来举行 因为参加的国家很多 所以每次我们聚会的时候 都是用英语 法语 同步来翻译来进行的 而参加的人 除了是我们生命和分堂的牧者之外 偶尔也有其他教会的牧者来参加 在墨山比克的牧师 爱德华牧师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他们本来是加纳人 所以常常有机会回到加纳去探亲 有一次就在加纳 他参加了我们牧者联导会 生命大大被更新 从此之后 他每年都参加我们的牧者联导会 终于在2020年 他决定加入我们职堂的行列 准备到墨山比克 能够开始生命和的分堂 所以我们在2020年的2月 我们就正式拆派他们夫妻 回到墨山比克 开始建立教会 这次我们来 看见他们夫妻在这里 已经建立了非常强大的侍奉团队 而且跟当地的社区 建立了美好的关系 我们在这里带来两场的聚会 都充满了神同在的喜乐 弟兄姐妹 在这里真的是要感谢大家 多年来支持教会的宣教事工 你们为我们祷告 也在金钱上的支持 圣经上说 在后方看守器具的 要跟在前方打仗的同德将上 所以让我对你说 不要小看你自己 你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愿上帝祝福你